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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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大家好 在上一个单元 我们学会了如何将资料写入记忆体 或者是说将资料从记忆体读出 可是我们如何能够确定知道资料正确地写到记忆体 我们所指定的位置 或是说从指定的位置将资料从记忆体读出来呢 这单元我们的学习目标跟大家 就是记忆体位置的选择 以及记忆体位置的解码 首先我们看到记忆体位置的选择 那么不管是读取还是写入 我们如何找到一个正确的位置 将资料正确地读取出来 或是写进去 那就要先从记忆体内部的结构看起 记忆体内部呢 大多产生就是采用所有的正列方式去排列的 我们可以看到单一个位元 它有一条字圆线 也有一条位元线 那这个每一个储存的位元 我们都可以把它当成是储存格 它可以储存零获一个位元的资料 一个bit的资料 那它有字圆线作为位置线 而位元线呢 可以来当作资料线 也就是说它透过资源线来指定它的位置 透过位元线来作为它资料写入或读出的管道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几个不同状态的储存位元 当资源线等于1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上面AB两张图 位元线可以读取或写入储存位元 这个等同于是一个智能的功能 那如果位元线的资料等于0 它就会把0的资料写到我们的储存位元里面 各位同学可以看到我们的A这张图 它的bit 储存位元的bit是等于0 这是来自于我们的位元线内容是等于0 所以会把0的讯号写进去 或者相对的 我们会把储存位元里面的bit0读出去 因为我们从这边看不出来它现在是读取还是写入 再看到B这张图也是一样 位元线的资料是1 所以呢它会在储存位元里面写入bit等于1的资料 或者是储存位元里面的资料是bit等于1的资料 它可以透过位元线读取出群 可是如果说资源线等于0的时候 也就是下面C跟D这两张图 同学们可以看到 资源线等于0的时候 我们的位元线变成是高阻抗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写一个大Z 代表是等于所谓的进能 它是一个high impedance的这个状态 那也就是代表 位元线上面所具有的值 是没有办法写入到储存位元里面 或者是储存位元里面的值 也没有办法被读取出在位元线之上 那我们来举个例子 这个例子就是位置选择写入范例 我们现在是写入 假设我们的这个动作是写入的动作 我们要将位元线2 位元线1 位元线0 所具有的3 3个bit的资料010 写入到 资源线2 这三个储存 位元的空间里 怎么写呢 既然我们要写到资源2 这三个储存位元的空间里面 那就意味着 资源线0 资源线1 资源线3 这边要给它的讯号是0 让这三 三个横列的储存位元呢 是被进南的 而只有资源线2 这三个位元是被智能的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会选择一个2 对4的解码器 让我们的Y2 也就是资源线2 可以被启动 可以被智能 所以呢 这个解码器前面会有两条选择线 那我们通常会用所谓的位置线 来代替它 那如何选到Y2 这个资源线呢 那解码器 在数位逻辑的这个课程里面 我们曾经知道 如果我们的 address1 跟address0 选择的是00 当然我们选到的 解码所得到的结果就是Y0 那如果说 address1跟address0 它选到的是01 那这时候解码之后 所得到的结果就是Y1 依此类推 于是乎 我们的 address1 跟address0 它的输入要是10 这时候它才会选到 解码之后得到的结果 才会得到Y2 这样的一个输出 这时候我们的资源线2 才会动作 那当然其他的Y0 Y1跟Y3 按照我们所学到的解码器 输出的资料就是0 好 那 资源线2 这一排 这一横列的储存位元 这时候呢 被制能了 那其他的资源线0 资源线1 资源线3 通通都被制能了 所以呢 我们在位元线上面 所具有的资料010 在下一个时刻 就可以被写入到 我们的储存位元里面了 好 那资源线0 输入是0 就代表一整列的储存位元都被禁人了 因为它对内对外都是高足抗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的010就顺利的写到 资源线2 所对应到的三个储存位元 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 因为我们的记忆体 通常 不太可能只有三个位元的储存位元 也不太可能只有四个位置 那这个就是 以这个例子来讲的话 它就是一个2的2次方 乘上3的记忆体架构 这是一般我们对记忆体 它的容量的描述 其中记忆体元件对外有两个bit的位置线 所以它会有四个位置 这四个位置就来自于2的2次方 那它 资料线的宽度呢 是三个bit 三个bit 所以这个容量有四乘上三个bit 那我们来看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 这个例子就是512乘8 意思就是说 它总共有512个位置 每一个位置都有8个bit的资料空间 那512个位置 它需要几条位置线来定值呢 那这就要看 这个512是2的几次方 512是2的9次方 那意思就是 我们需要9条位置线 那乘上8的意思就是说 我每一个位置会有8个bit的资料 那就意味着我们需要8条的资料线 这时候如果说 以实际的情况来看的话 我们需要一个9对512的解码器 我们需要用9个bit 来对512个位置去做解码 一次只有一个位置被选择到 这个位置被选择到之后 它的8个bit 可以同时把它的8个bit的资料 进行读或者是写的动作 但是重点就是 它必须要透过9条位置线 来决定512个位置 到底哪一个位置被选择到 所以记忆体正立的表示方法叫做 2的位置 处限 四方 乘上资料限数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记忆体位置解码 在这边我们会介绍到一维位置解码跟二维位置解码 为什么需要分这两种解码方式呢 等一下我们看下去就知道了 刚才有提到 一维位置的解码 我们需要一个n乘上2的n次方的位置解码器 以刚才的例子 我们如果有512个位置 我们需要9条位置线 来定义出512个位置 但是因为位置解码会有个困境存在 因为我们的微处理机处理未能能力增加 从早期的4004 4个bit到8个bit到16个bit 也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学的8086 它是16个bit的微处理机 到后来的30位元 64位元 目前现行的微处理机都是64位元的 那以后呢 还有资料处理量会聚增 记忆体的容量需求会一直的增加 所以我们解码器的电路设计会越来越复杂 以4G乘上8的记忆体阵列来当例子 我们需要2的32次方的记忆体位置 4G就是2的3的2的32次方 这时候就意味着它需要32条的位置线 位置解码需要32对2的32次方的解码器电路 这种解码器电路设计太复杂了 所以呢 如何去改善一维位置解码的困境 它的方法就是简化电路设计 如何简化 就是用二维位置解码的方式 那等一会后面我们会举一个例子 那二维位置的解码 其实它的做法很简单 它只是把内部记忆体阵列的设置 分成列位置跟行位置的解码 以下面这个例子来看 当然这个总共16个位元是不需要进行二维位置解码的动作 这个是多此一举啊 因为我们的这个解码器呢 4乘16就可以去解码 但是我们只是拿它来当个例子 假设我们现在要将这个16个位置 分成行位置跟列位置的解码 那列位置跟行位置呢 分别是以位置汇流排的高低位元来做区分 那假设我们在这边的高二位元是列位置 第二位元是行位置 那我们可以采用分十多工的位置解码 先送列位置 再送行位置 那两个位置都送进去了 就可以完整的去解码 那二维位置解码可以简化解码电路的复杂度 记忆体对外的位置接角缩减一半 那我们来举这个例子 假设这16个位置 我们把这16位置它就需要4条位置线 A3 A2 A1 A0 那再假设我们现在想要去把C21 这个位置的资料读出来或是写进去 所以我一定要让我们的维处理机能够找到正确的位置 那在这题的例子呢 我们就对它进行列位置跟行位置的拆解 高二位元10是列位置 第二位元01是行位置 透过两次的列位置跟行位置的解码 所以我们可以顺利找到我们所要储存或是读取的位置 就是这个C21这个位置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有2的32次方的储存空间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分成 列位置2的16次方 跟行位置2的16次方的各自解码 所以二维位置解码在C21的储存格 这是我们透过二维位置解码 来简化我们里面所需要的数位逻辑电路 那我们需要证据告诉我们 我们确实将电路的设计简化了 所以我们就要回到我们在数位逻辑学到的 一个4乘6就是4对6的解码器 它如果说用2乘4就是2对4的解码器来扩充 需要5个 除了就是说第一层 它需要一个2对4的解码器 那这个2对4的解码器呢 每一个又向下一层扩充一个2乘4的解码器 所以它总共需要5个 但是如果说我们采用二维多工位置解码 我们只需要两个2乘4的解码器 其中一个2乘4是用来解列位置的 另外一个解码器是用来解行位置的 所以这个就在这边可以很清楚的可以发现 确实在组合逻辑的电路上面 就是我们的组合逻辑上面 可以达到一个简化电路的目的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小结 一维位置解码 2的n次方乘上m的记忆体正列 所以它需要n条位置线 在2的次方指数上面 m条的资料线 假设我们现在的这个 维处理机都是64位远 那后面的m就是64 那下面举了一个例子 64k乘上8的记忆体 64k是2的16次方 所以它需要16条位置线 而因为它乘以8 就代表它的资料宽度是8的bit 所以它需要8条资料线 那二维位置解码 2的n次方乘上m的记忆体正列 它只需要2分之n条位置线 那同样需要m条的资料线 假设我们64k乘上8的记忆体 透过所谓的二维位置解码 那64k是2的16次方 它只需要8条位置线 因为前8条 就是第一次8条位置 位置线呢 是用来解列位置的 那第二次8条位置线的解码呢 它是用来解行位置的 那但是资料线一样需要8条 这单点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